这个是把全民当为人软脚虾吗 记不记得赖庆德那时候 在行政院长的时候 吹油吹得很大 什么数位身份证啦 告诉大家这个台湾走入全世界啦 后来搞了半天竟然有资安争议 堂堂一个行政院长团队 不知道这个问题有资安争议 所以呢机器设备都已经买了 是不是厂商要求偿10亿 然后打折2.8亿 输入了CTR85 现在是2.8亿 不管如何 全民买单喔 今天讨论的时候 我们的小编就很生气嘛 你赖庆德闯的祸 你的团队闯的祸 为什么这笔钱要大家来付 然后但是林友昌就是坏事好讲 我觉得不是赔偿啦 把原本必须要停损的金额降到最低 2亿多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这是个好结果 政府帮你们省钱 你们有没有搞错 然后行政院工程会也说 不会检讨原推动者 就是赖庆德的这个责任 就这么白的讲 那莱茵当然要求赖庆德道歉 委员你觉得呢 这赖庆德做错了嘛 就是啊 行政院长 对 几个问题嘛 第一个为什么数位身份证会有资安的疑虑 那表示你一开始制度设计是有问题嘛 全世界身份证用数位化的 护照数位化的多得是啊 怎么就是你有问题呢 表示你在整个架构上 然后投标的标单上告诉厂商这么做 那是你有问题嘛 你的人马不管是唐凤唐龙唐虎唐狗 对不对 做不出东西来啊 第二个 唐虫 唐虫 第二个更经典一点是说 厂商这笔钱是求厂 已经收走一笔问的钱了 不是前面已经付了 只是最后人家投下去了以后 你没有这个把事情做好中途喊停嘛 所以总计的不是2.8亿哦 我先跟大家说明清楚 反正就赔了嘛 第三个 你要质疑你不是没道理啊 就是你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台湾的户籍资料在国际网路上公开拍卖 有啊 我忘了一查有没有接大使 有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啊 那你还搞什么数位身份证 表示你的很多单位里面的 这种所谓的资案都做得很差嘛 这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我说这个错误的政策 全民买单有道理吗 民众没有任何的方法吗 没有啊 因为我们全民选他出来的时候 我们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简单讲是这样的 你选什么政府他做错了 那他承担了 责任司机不是吗 刚开始好棒棒的英雄啊 对不对 现在投他的人 大概很多人都死光了 对所以按照这个逻辑 不管他做什么 我们全民都会要承担 对啊因为投靠者要负责 结果就是这样子 这个金门撞传2月14号发生 今天都已经3月5号了 整个过程越来越像鬼打墙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陈建仁在今天在立法院被巡 那高金素美呢 是这个战力报表啊 他从他说这个光电邦 你们有云报邦 鸡蛋邦啦等等 那这个陈建仁很火大 你讲的都不是 你讲的都是错的 没有这些什么鸡蛋邦 云报邦口罩邦 没有 然后他也不认缺电 然后他说他问高金素美 你说的缺电依据在哪里呢 两个人是讲讲讲 讲到时间都已经到了 麦都已经被关掉了 还是停不下来 那韩国鱼只好起身打圆场 连韩国鱼都拦不住 这个高金大家知道 高金的这个直询的这个能力 是这个由目共睹 过去我相信你的脸书上也收过 很多片段的影片 大家是早看 早上越看越有精神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个今天爆炸性的一个发展 就是海巡书长周美武 事情发生很长一段时间呢 他几乎都不见踪影 都是推附的出来 后来第一次出现在金门 也是一闪而过 非常的低调 那逃不掉了嘛 那他在昨天被问的时候 他说我们怎么可能 没有雷达迹象跟影像呢 这些资料全交给剪掉了 此话一出啊 所有现场的记者惊呆了 什么 原来有影像 然后这个管壁林立刻说 听错了 这是误解 可是回看没有听错哦 是耳朵有业障吗 来我们先来听一下好不好 海巡书长当时这位巡达 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嘛 有没有影像 我们怎么可能没有雷达的航机跟影像 所以刚刚的这一段 这些资料全部都交给剪掉了 我们怎么可能没有雷达的航机跟影像 所以刚刚的这一段 这些资料全部都交给剪掉了 好 这是苏小慧的这个质询 对不对 就问他嘛 有没有雷达航机跟影像 然后这个 这个周美武之前还在讲 他说这个我本来不应该讲的 但是因为很多委员都关心 巴巴巴巴就讲出来 有没有 那当然他事后解释了 管壁林说是听错 是误解 然后他又解释 我讲的影像 不是你们想的那个壮传的影像 是雷达轨迹影像 然后呢 不是这个他执行取缔的搜证画面 还说有的影像是后面 后面这个援助的这个援 这个救援的一些影像嘛 那管壁林再说啊 碰撞跟撞船不一样 就进入了鬼打墙的环节 灯检呢就是持续调整位置 碰触的过程 碰撞是必然 但是呢 然后就推给海巡 对不对 你们自己海巡没有讲好 第一时间说明的社会沟通 确实不足 跟我大管壁林没有关系 都是海巡的问题 对不对 虽然你们海巡没有讲清楚 今天他听到这个中美武这句话 一定是气不打一处来 对不对 谁要你这样讲 虽然后面做了一些解释 然后海巡署舰队的分署长也说 执行登检的过程 两船擦撞碰撞是常态 至于碰撞大小 是否导致陆船翻覆 有待警方确认 你不觉得整个过程很鬼打墙吗 他不断地解释 碰撞是必然啦 然后船上面也有碰撞的痕迹嘛 但是你就是不能说我碰撞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不是撞船 但是船上有撞几点 就从2月14号到现在为止 就进入了一个 疯狂鬼打墙的一个过程 你看到周美武 还不断地解释细节有没有 大陆那艘船啊 他们因为用两台很重的推进器啊 右边还有起网机啦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重心不平衡嘛 那两船追逐到最后 准备登检的时候 一定会破镜啊 双方的高速接近啊 你认为会不会有擦撞 然后他又说 陆船的这个左斜 有明显的撞击点 其他船身没有破洞 或者是凹陷 那不就是有碰撞吗 所以让哥你怎么看待这段鬼打墙 让人真的是非常的疲惫 不他有一句很重要的句子 你这里没有写出来 他说在两分钟之内 大陆的船只那个速度 从临结升到四十节 对 临结哦 临结那就是说瞬间加速 那瞬间加速 这就符合物理的原理了 瞬间加速你稍微碰一下 他可能就翻了 所以那个碰撞 那个我们那个署长他是说 他说如果是直接撞上 那以那个速度 根本就会把它撞碎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哪叫碰撞 才轻轻碰一下 所以他们现在 海巡署已经开始改口了 都叫碰触 之前不是叫接触吗 现在中文越来越 之前叫接触 反正他们不要用撞 撞这个字 海巡署现在禁用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润糖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